《雅各書》第三章第一節 我的弟兄們,不要多人作師傅 任未曉得,可們要受更重的判斷 所以其中我一個嗜好就是常常和神聊天 我很喜歡討告、很喜歡看聖經 很喜歡看聖經不明白的時候,我去深思的時候 我純粹去感受神如何看那一節聖經 從這個開始,我慢慢發覺一件事 當我越認識神的時候 神會很多時候給我那種感覺 例如神那種著弱 例如我為什麼知道一套訊息 神一定要我分享 我讀一套訊息的時候 不是來自我內心的一種著弱 我只能感受到神是很著弱 我現在在預備這套訊息 而這套訊息將要和石安的弟兄姊妹 在這十個星期內分享 譬如是雙氧水一樣 那種著弱 你聽到我當時的講道 當然的講道,你就明白我這樣 如果你聽到我當年很多次的講道 無論是抹餅 無論是受針 無論是任何什麼訊息都好 你會聽到那份著弱 那份著弱不是就作 那份著弱是我預備的那套訊息的時候 我感受到神那種著弱 所以我知道一定是神的方向 所以你會奇怪 為什麼我們幾十年內的訊息 都其實在神的方向底 一直到今時今日 究竟我們怎麼能夠 由個人方向,教會方向,城市方向 變成現在時代方向都這麼準確呢 其實就是來自這個認證 就是你以神的心為心 所以換句話說 就是因為我能夠 以神的心為心 我才明白很多經文 因為很多經文 我不是以一個被動式 就是神要我作王 神要我逼我去能夠懂得自律 祂要我去命令我去愛人 不是以一種消極被動的那種 而是我看這些經文的時候 是會明白它的原意和精意的原因 就是因為聖靈把神的感受給了我 而很多時候那些經文 真的令我過目不忘 或者念念不忘 應該說那個原則是念念不忘 是因為當你有那種感受 那些經文就會浮起 譬如我舉個很實際的例子 其實當我這樣說 你就會明白 原來當時回來香港 其實是看到這樣的東西 和感受這樣的東西 我用一個很實際的例子 譬如我在這幾個星期都說回 當年Hilgos 蘇詠芝 馬國棟 這些人接觸這些人 或者當年接觸包德靈 或者陳公展 其實當我看到他們的時候 其實已經什麼都不用說了 當然我盡量和他們分享 因為他們好像關心我們 關於水和水的事件 但是當我看到他們的時候 除了我恩智雲作這些人之外 我其實感受到 神是怎樣看待這些人 那我就更加明白 神為什麼不要作多人師傅 因為原來 神是對他的領袖 有一個看法 而他也有對他的領袖 稱為神的領袖的人 是有一個期望 你有沒有想過我們是服侍神的 你看看 舊約的以色列人 他們的利味人 是用來在聖殿侍奉的 聖殿 在裡面能夠侍奉的人 在神眼中 極其寶貴 寶貴島的領袖 我們已經刊為偉大 因為我們服侍一個 這麼偉大的神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這個世界 還有什麼可以取締呢 如果說 人生當中的成就 難道把波子扔進去 已經叫做偉大嗎 這只是能夠娛樂大眾 能夠使得很多人喝彩 但在神的面前 他可以做回一隻猴子 扔給你10倍到達 明白嗎 他絕對做得到 但如我所說 神不珍惜一隻猴子 但祂是珍惜你的內心 祂不珍惜一塊肌肉 一腳的骨落 或者一些運動的速度 連時間都是神創造的 但你看到聖經裡 神不是說珍惜這些 反而祂叫我們珍惜我們 我們的內心 神設計給我們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過 你是擁有一個寶貴的靈魂 這個寶貴的靈魂 你能不能超越你這個驅學 我們的驅學 有些傻的人說 其實我們是猴子的後裔 我們的驅學是猴子的 但不是的 你發現我們的靈魂 是偉大過一隻猴子的 但不單止 你的靈魂是偉大過一個肉體 偉大過一個驅體 所以有些人 你要看到他自驕自無 但是他自己人生 糟蹋自己 悲壯到的階段 都是服侍自己的肉體 有什麼好驅傲 對嗎 唯獨我們能夠超脫了 這個肉體的需要 超脫了這個肉體的邪情私欲 才厲害 你有沒有看到神創造這個身體 給我們 但是他放下一個偉大的靈魂 讓我們能夠找到各樣的秘密 其實是為了讓我們預備去偉大 或者這個很抽獎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我們裡面擁有一個 與神相似形象的一個靈魂 所以我們如果悲壯到 只是服侍這個肉體的話 我們就直接把自己造塔了 沒錯 神給我們這個肉體 這個肉體有很多限制 但你有沒有看到神給的智慧 導致我們都會超越這個肉體的限制 譬如舉個例子 我們的肉體其中一樣 我們根本好像 永遠都沒有發生過 世界上所有動物都沒有發生過 就是肚子餓 但是原來神給我們的智慧 人類是可以超越了肚子餓 人類可以不用吃東西 有人可以不吃東西七十年 亦不喝水二三十年 說的是真人真事 真正的人物 不止一個 很多個出現 原來去吃太陽可以 你看到神創造了這個身體給我們 沒有很多限制 但是相對神創造了一個偉大的靈魂給我們 我們可以藉著智慧 藉著我們有真知識 我們可以超越了這個身體的限制 所以我們不會因為身體的限制 而導致我們悲壯 換句話說 我們不會因為肚餓 我們自然就會偷別人的食物 我們不會因為窮 我們自然會偷錢 當然我們保神可以這樣做 但如果我們知道我們有這麼偉大的靈魂 我們生活在這個世上 我們不用被一個這麼悲壯 就像中國的臭皮囊 或者我們用一個容器去限制我們 這個容器裏裝了一個寶貝 那個寶貝就是我們的靈魂 我們的靈魂是照著神的形象去創造的其中一部分 我們的靈魂其實可以是很偉大的 我們的靈魂可以甚至超脫了我們這個身體 這個肉體裏面所說的需要 它有的邪情私慾 但相對 現實是怎樣 現實我們看到是真的 我們看到世界上很多人為這個肉體而活 聖經說 我們肉體的愛叫做伊羅 也有情慾的愛 這個世界最鼓吹的所謂西方愛情 根本就是性愛 那種不是愛 那種是性愛 那種是伊羅的愛 是肉體的愛 但你會看到那種是大生意 人是要不斷滿足那樣東西 人好像是成為那樣東西的奴隸 有些隨從肉體 在食慾當中不斷吃 你會看到別人的情慾 他在食慾當中不斷 身體什麼都不照顧 山河暴障 有些在尋求肉體的享受 有些去到花費錢 去買很多這些享受 有些去吸毒 吃迷幻藥 尋求身體的享受 你見不見 沒錯 原來我們可以像一隻猴子一樣 為了滿足這個肉體的所有需要 沉浸在那個世界裏面 但我們根本不是屬於那一個世界 沒錯我們有這個肉體 但我們裡面有一個超越肉體的靈魂 沒錯我們的肉體 甚至跟一隻猴子不相差很遠 甚至有機能和爬樹 沒有牠們那麼厲害 但問題是我們裡面的靈魂 是猴子是沒有得比較的 完全沒有得比較的 一隻猴子連抽象的東西都不知道 不要說是神 或者是邏輯 研究科學 你見不見 我們有一個跟猴子一樣的肉體 跟鯨魚一樣的肉體 跟一隻烏鷹的肉體 擁有在這個世界上 但問題是我們裡面擁有一個靈魂 靈魂是很明顯的 是製造了很多藝術 製造了很多研究 製造很多科學 製造很多邏輯 製造很多我們所說的 崇高的 無論是理想或者是設計出來的 而原來人類就是一個這麼有趣的矛盾 才在聖經裡面描述出這個矛盾 明白嗎 我們有的矛盾 是所有其他動物都沒有的 其他動物沒有這種矛盾 你們看到企鵝不會說 因為這個企鵝 踢爆了別人的企鵝 那隻彈 於是有一群企鵝 拉了牠去坐牢 不會 牠們沒有這個掙扎 牠們沒有善與惡的掙扎 牠們沒有一個靈魂 讓牠們知道可以做得更加好 是不是 沒有的 但是我們雖然一樣是有血有肉 但是問題是 我們裡面有一個不屬於這個世界 不屬於我們身邊所有自然環境 所有生物的一個靈魂 在我們裡面 而這個靈魂就是製造了這些矛盾 而聖經裡面告訴我們 在這個靈魂的深處制度最崇高 就是信仰 有一個書第三章第一節 我的天魂不要當人作師傅 因為曉得我要受更創的判斷 求主做我更生 破碎救我生命 離開逐世心裡疏性 從心奉獻 從心奉獻身心 靠著上帝 旋活 再被原諒熱情 復興 愿我忠心 愿我忠心熱誓 納字輕輕發光 靠上帝 真眼觀看 愿則以誰聽 讓我身心奉情 受過謙卑信光 愿我心思 以改變 復興 永遠熱誓